10月6日,纽约市长亚当斯市教育总监班克斯及安全与预防伙伴关系办公室联合宣布投资900万美元,启动旨在加强公校安全的支点项目,直接将社区反暴力组织引入全市138所公校内,通过社区和学校的联手合作, 为学生提供多重保护。相关服务领域会着重在安全和暴力预防,打造上下学安全走廊,学生心理健康咨询,传授学生暴力防身技巧,学生领导力和职业辅导,并通过体育、娱乐、艺术等多种形式进行教授等支持性全方位的安全资源服务,确保公校生能够在纽约市感到安全。 加州一家四口人于10月4日在59号公路附近遭一名陌生男子绑架,包含三位成人与一位八个月大的婴儿,当局立即展开搜索。 不幸的消息回传,五日晚间警方通报已在一处农场发现这家人的尸体。 警方表示,有证据显示一名48岁的光头男子有重大嫌疑,当局已将其带回,但因嫌犯多次试图自杀,已将他控制拘留。 有证据表明,涉案人员销毁了证据,且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 调查人员表示,在周二当地一家银行属于这家人的金融卡已被使用,位于阿特沃特市,距离事发地点14公里,正在确认使用人是否就是该嫌疑人。 警方现在与见识单位合作,将全力复原犯罪现场,并会彻夜进行调查搜证。 近日,国际新冠疫情再度受到广泛关注。 美国CDC10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近2400万患有长期新冠症状的成年人中,超过80%的人在日常活动中遇到困难。 此前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估计有多达400万人因为长时间的新冠症状而失业。 此外,由于近期多国疫情再度出现扩散,世界卫生组织称,随着北半球流感季的到来,预计未来将出现新冠与流感等其他病毒同时传播的局面,各国不应掉以轻心。 据CBS News10月5日的报道,洛杉矶基督局在诺科的一次大规模搜查中缴获了创纪录数量的毒品。 据信,这些毒品与西纳罗亚卡特尔贩毒集团有关。 9月下旬,美国基督局洛杉矶分部查获了约3,552磅甲基本炳安和145磅可凯因。 这是洛杉矶分局缴获冰毒数量最多的一次,预计缴获的毒品市值约为3,300万美元。 警方表示,洛杉矶仍然是一个主要的转运中心,许多来自西南边境的非法毒品被储藏在当地的仓库、储藏室和住宅中。 目前,对贩毒组织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10月6日,泰国东北部农莫兰普府发生枪击案件。 袭击者向当地一家幼儿园进行无差别射杀,目前已造成36人死亡,其中儿童24人,成人12人。 匈贤在托尔索开枪滥射之后,曾驾车逃亡,沿途持续开枪杀人。 泰国警方通报说,匈贤最后回到自己的家,先枪杀了他的妻子和儿子,然后吞枪自尽。 据泰国媒体报道,匈贤名叫潘亚,34岁,曾经是警察,去年因为毒品相关事件而遭警方解雇,但他对此心存不满。 他的犯案动机目前仍在调查中。 10月6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82岁的法国著名当代作家安妮·埃尔诺。 其代表作有《空衣除》、《位置》、《一个女人》等。 他的长篇小说《悠悠岁月》或人民文学出版社21世纪2009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 自传题小说《位置》和《一个女人》分别创造了50万和45万册的销量,引起了法国文学界的关注。 其中,《位置》荣获了1984年雷诺多文学奖。 2021年11月,安妮·埃尔诺获得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国际作家终身荣誉奖。